不久前,杨玉莹的粉丝晒出她的生涂,还夸赞她是走路带风的气质女神,杨玉莹的状态让不少人羡慕不已。 当天,杨玉莹穿着黑色短款外套,搭配宽松牛仔裤,显得身材格外娇响。 她看到粉丝后,很温柔地问,小朋友吃饭了吗?杨玉莹总是将自己当作年龄非常大的长辈,把其他年轻的粉丝们当作是小朋友,互动的时候十分温馨。 在粉丝没有开美颜滤镜的镜头里,杨玉莹面色红润,皮肤光滑细嫩,完全不像是年过半百的人。 杨玉莹录完节目后并不知道播放的顺序是什么,她调侃道,以我的年龄来说,是可以压皱的哈哈,杨玉莹是圈内很受人尊敬的前辈。 近年来,她虽然减少了登台演出的次数,但每次露面依旧人气不减当年。 令人惊讶的是,在被镜头对脸拍的情况下,51岁的杨玉莹眼尾看不到一丝皱纹,只是笑起来有法令纹,不过每个人笑起来脸上都会有这样的弧度。 她脸上的肉也没有变得特别松垮,整个人还是有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甜美。 不过,人到中年,难免有些发福,杨玉莹也胖出了双下巴。 侧脸轮廓不像从前那般清晰,可她这副模样依然很美,根本看不出依美的痕迹,脸也并不僵硬,十分自然。 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会带走人们美好的容颜。 但是,岁月对有些人却是非常宽容的,即使年仅半百,样貌依然宛如少女。 杨玉莹不老这件事上,相比是最有话语权的了吧。 杨玉莹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甜歌皇后,她演唱过多首快智人口的歌曲,比如《轻轻地告诉你》、《心语》、《月亮船》等,在当年可都是红遍了大江南北。 她和茅宁的搭档也是被称为是天作之和的金童玉女,在事业的鼎盛时期,选择和一位富商赖文峰在一起。 他们二人属于一见钟情,甜蜜地度过了三年的时光,后来,赖文峰因为走私被捕入狱,他们的感情也由此告终。 三年合约婚姻,归爱堕胎四次,被赠送红色宝石节,被赠送豪宅移动等流言蜚语,杨玉莹被媒体写得极为不堪。 清纯的形象也毁于一旦,杨玉莹只能暂时退出演艺圈,杨玉莹曾三次淡出演艺圈,到2011年才再度复出。 经历过了人生起落之后的杨玉莹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 虽说如今52岁的杨玉莹还是那么的美丽动人,但是现在的她依旧孤身一人,这些年她倒经历了什么? 1971年,杨玉莹出生在江西南昌,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杨岗莉。 父亲是电工,在她出生前因为一场工地意外去世,养家糊口的重任从此落到杨玉莹一人肩上。 杨玉莹是一名纺织厂里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并不高,可她要养两个女儿和体弱多病的婆婆。 为了生存下去,她只能咬牙坚持。 亲戚朋友为了她以后能生活的轻松点,积极为她张罗对象,但都被杨玉莹拒绝了,她怕改嫁后女儿和母亲不受待见。 杨妈妈喜欢唱歌,尽管生活艰苦,但家里常常有悠扬的音乐,晚上带姐妹俩睡觉时,她会哼唱动听的歌曲。 很快,良好的音乐启蒙,给杨玉莹带来一个机会。 五岁时,幼儿园所在辖区举办文艺演出,老师选中能歌善舞的杨玉莹。 杨玉莹穿上妈妈为她量身定做的演出服,演唱了一首秀金扁,自证腔圆,感情饱满。 她的演出赢得了满场喝彩。 六岁,杨玉莹正式登上舞台。 十岁,拜师江西省音邪任职的吴颂。 十四岁,参加央视唱歌比赛并且获得名次。 十五岁,在南昌师范上学主修名歌,毕业之后分配到江西歌舞团。 1990年,杨玉莹跟随恩师吴颂的脚步来到广州。 当年,杨玉莹还是一个吐气的南昌小女孩。 吴颂金让杨玉莹吃住在自己家里,与女儿一起生活。 吴颂金骑着自行车满广州跑,利用自己在音像圈和音乐界的关系, 带着杨玉莹的照片和录音小样,强力推荐这个南昌小妹。 后来,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见杨玉莹的条件不错,便签约了她。 公司认为杨港丽这个名字太吐气了,便给她改名杨玉莹。 情歌在那个时代非常受欢迎。 杨玉莹翻唱韩宝仪爱我多深,一举成名,这张专辑卖了18万张。 之后又推出个人专辑为爱祝福,销售突破20万张。 专辑风寒情水寒笑更是创下当年的销售记录。 杨玉莹成为了中国内地第一代签约歌手, 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太缺少像她这样的甜美嗓音, 所以她也因此一夜成名。 成为很多男人心目中的梦中情人, 更是被评为流行歌坛的玉女掌门人。 在公司的包装下,杨玉莹和毛宁被公司捆绑一起吵CP。 阳光帅气少年毛宁搭配人美歌甜的杨玉莹打造了金童玉女的佳话。 俩人合作的心语至今是KTV必点曲目之一。 当时,因为两人共同拍摄了MV, 所以大家都认为她们是真正的情侣。 据了解,其实当时杨玉莹的母亲也十分喜欢毛宁, 但是奈何杨玉莹却对毛宁没有任何感情。 后来两人也没有再合作过了。 1995年,杨玉莹正式登上了春晚舞台, 要知道当时能够上春晚舞台就证明了实力不容小觑, 而她也凭借让我轻轻地告诉你这一首歌红遍大江南北。 1994年,赖文峰与杨玉莹一次偶然相识。 初时时,赖文峰早借远华集团摇身一变, 成为家世显赫的富家子弟。 很早便喜欢上了电视里唱着甜美情歌的杨玉莹, 甚至连赖昌星位于红楼的办公室中, 都经常播放杨玉莹的唱片。 1994年的某天,厦门的各大媒体打出广告, 甜歌天后杨玉莹即将来上参加商演。 厦门流传这么一种说法, 赖文峰找到那次演出的主办方, 直接要求承办演出的所有招待活动, 其中硬性规定,包括安排演出人员的住宿。 在杨玉莹抵达厦门的当天, 赖文峰带领六辆奔驰600组成的车队, 亲自去机场接机。 酒店的吃喝玩乐,赖文峰一一陪同买单。 杨玉莹演出时,赖文峰花钱请人看演出, 亲自在现场举着Love的灯牌深情望着台上的美人。 庆功宴上,赖文峰用20万人民币折成玫瑰花篮送她。 赖文峰的超能力让杨玉莹心跳加速, 谁知竟是噩梦的开始。 此次见面后,赖文峰与杨玉莹关系进展飞快, 赖文峰不仅在厦门对杨玉莹关怀备致, 此后在杨的全国演出过程中, 更是公式猛烈大献殷勤。 在赖文峰的穷追猛打之下, 杨玉莹开始正式与赖文峰恋爱。 由于赖文峰的事业主要在香港, 所以最初一段时间, 杨玉莹奔波于厦门、香港之间。 期间,赖文峰还经常带她出国旅游, 为了她的爱好美容。 赖文峰更帮她出了第一本美容书。 1997年,为了爱人, 杨玉莹不顾母亲的反对对外宣布暂退歌坛, 彼时的杨玉莹坠落到赖文峰婚姻的陷阱里。 杨玉莹计划着她们的未来结婚, 婚后还要生三个孩子, 就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杨玉莹和杨文峰约会最常去乡下, 赖文峰开着三轮载着杨玉莹去挤养奶, 围个路子加热奶来喝。 手牵手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和村里的老人们聊天, 那时的他们也是幸福的恋人。 即便不爱了, 杨玉莹唯唯动听诉说她们的爱情时, 脸上都写满了幸福。 因为幸福, 所以才有想不入婚姻的念头。 曾义无反顾相信的人和感情, 最终却成了伤她最深的人, 人生百年终是客, 不孝苍生孝无身。 1999年, 厦门远华走私案轰动全国, 涉案金额高达530亿, 富甲一方的赖氏家族强倒众人推。 赖文峰担任远华集团总经理, 一夜之间锒铛入狱。 杨玉莹和赖文峰的恋情 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出来, 媒体的报道让她百口莫辩。 我说一句, 他们就用千百句好来回击我, 真相越描越黑, 杨玉莹只能暂时退出演艺圈。 1999年, 因杨玉莹为参加中国歌坛精英 宋金声乐作品音乐会而至吴杨师徒教舞, 在媒体上互相指责。 吴宋金称干女儿杨玉莹是她心底永远的痛, 她也从来没有到我家里来看望过我, 这些年来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2002年杨玉莹选择复出, 复出遇到的第一大坎便是昔日的婚姻, 堕胎, 好车好房。 杨玉莹曾表示, 在案发前两年, 两人因性格不和, 以和平分手。 但是赖母的说法却截然不同, 她说, 从1997年开始, 杨玉莹一直住在赖家的七层小红楼里, 1996年, 赖昌兴投入上亿元资金兴建了红楼, 这幢外表看上去略显吐气的七层小楼, 里面却富力堂皇, 直到出事后, 杨玉莹才搬离近江, 那几年里, 杨玉莹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杨玉莹没有退缩, 没有避而不谈, 而是你问就答, 赖母称, 1997年, 杨玉莹、赖文峰在香港结过婚, 婚后还一直住在他们家, 杨玉莹解释道, 当时, 双方家长都有很强烈的结婚愿望, 可他们一直没有去登记, 赖母会有他们结婚的想法, 也许是她心里的一种美好愿望, 随着案件调查结果, 杨玉莹和赖文峰一案没关联, 跑车事件也水落石出, 百万保时捷不是杨玉莹的, 而是造谣, 堕胎事件也是造谣, 造谣者后来也向杨玉莹道歉了, 法律还了杨玉莹清白之身, 却还不了她一个新人生, 2002年8月, 师生恩仇再次升级, 吴宋金撞告杨玉莹的老冬家, 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侵权系列案, 经过三年折腾, 广州是终极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判决新时代 立即停止音像制品的侵权行为, 赔偿吴宋金16万元, 富有戏剧性的是, 当晚, 杨玉莹正在北京举办复出个人演唱会, 演唱的正是侵犯了知识产权的茶山情歌, 风寒情, 水寒笑, 等甜歌这些歌都是吴宋金1991年 为初出道的江西老乡杨玉莹夺身定做的, 输了官司后, 杨玉莹更美丽吴宋金, 从此再没来往, 杨玉莹的事业再一次被扰乱, 2005年, 杨玉莹再次宣布退出歌坛, 2011年12月, 杨玉莹宣布复出, 携手老大到毛宁一起演出, 时代再变, 观众的审美也千奇百变, 娱乐圈向来不缺人才, 能模仿, 能取代她的人比比皆是, 杨玉莹的复出之路, 注定是曲折漫长, 2012年5月初, 杨玉莹受邀参加浙江卫视卖霸英雄会时, 爆出羞辱门事件, 一时间成为娱乐圈焦点, 2012年5月6日, 杨玉莹复出后, 首次亮相央视欢乐中国行, 杨玉莹复出之后, 在鲁玉有约中, 她第一次透露与赖文峰的感情经历, 她说, 怀孕的时候确实想到过婚姻, 非常认真的, 但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们是因为性格问题, 非常友好的分开了一个女人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 内心该有多么的痛苦, 她公开地表示过, 赖文峰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 什么人都代替不了她在我心里的分量之后, 即使有过和别人的绯闻, 她都非常严厉地辟谣, 可见赖文峰对她来说应该是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多年之后, 赖文峰、杨玉莹已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据悉, 赖文峰投案自首后, 在监视居住期间流放国外, 一事无成, 回国后, 已经结婚生子, 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在谈旧爱, 杨玉莹说, 人家有了自己非常完整的生活, 不要再打扰, 2012年的教师节, 杨玉莹一早就发出了一条祝福微博, 特别提到了吴颂金老师, 这是12年风波之后, 杨玉莹首次示好, 吴颂金很快在微博上回复, 欣慰, 刚刚真的长大了, 吴颂金表示, 今天看到杨玉莹的祝福, 让我欣慰又感动, 其实, 所谓的师生恩怨在我心中早已烟消云散, 只希望有一天能够师生携手, 为听众在留集曲好歌, 2021年杨玉莹参加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时》, 再次谈及男人和爱情时, 唯有她保持清醒与从容, 年轻时爱情是一切, 但现在爱情只是生活的调味料, 愿她能找适合她的调味料, 不少粉丝都纷纷为她感到心疼, 都说她的坚持和坚强让人难以尽心, 可能这也是她单身的原因吧, 如今52岁的杨玉莹依旧是风韵有存, 离开赖文风的26年, 杨玉莹一直是单身状态, 未婚未遇的她, 令人心疼, 虽然截然一身, 但她依然保持着热爱生活的态度, 还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 总是给大家呈现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在近期杨玉莹社交平台发布的照片里, 我们能够看出来, 她住的房子地段还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房子的装修简单朴实, 但是也能看出来杨玉莹的品味非常独特, 她在自家的露天大阳台上种了非常多的花草和蔬菜, 她种的辣椒虽然品相不太好, 但是看起来也相当不错了, 至少是绿色天然无公害的食物, 自己吃起来也特别的放心, 除了种蔬菜, 她还热衷于种花, 可以看出一直在用心地修剪和养育着它们, 对生活的充满了热爱。